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贤富就是内省自己 感冒病、气脾气、圆融一家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来修道 说来佛堂彼此相敬如宾 那才是道 但是为什么一回到家 就不能相敬如宾了呢? 因为在佛堂你来我往 没有人知道彼此的底细 没有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因此不知道对方的面目 还可以用一个假面剂 让彼此好来好去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假面剂一回到家 就不管用了 是不是啊 就严行毕露了 徒啊 能不能颠倒一下 让你来到佛堂时 严行毕露那个坏的自己 回到家才戴上那个伪善的面具 这样会有什么效果呢? 不会有人这么做 对不对啊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注重表面功夫的 忠庸有说过一句话 君子之道照端乎乎乎 及其志也 查乎天地 意思是说 君子之道 从浅进之处 看乎乎之道 阴阳刚柔 生生不息 上着眼 即可知 可行无余 若再从极深远处看 可从宇宙感应 观察天地阴阳和和 造化万物消长之妙 皆可明白了 皆可明白了 好 故事 妻子 妻子 妻子也发现了自己分音生活 发现妻子的变化之后 很多人跟我们一样 婚姻里不是经常有激情的 夫妻子 夫妻长久相处 我们的今天 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妻子低头 红着脸 丈夫继继继续说 回想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一起组建家庭 教育孩子 这都不是简单的事 你和他呢 他有自己的孩子 你们能和顺的在一起吗 热恋期总是甜蜜的 但你有想过 那美好的时光能缘续多久吗 丈夫这一番话 让妻子彻底醒悟了 他发现 夫妻感情冷淡 不是因为丈夫的原因 而是自己要求太多 才会觉得生活不快乐 其实在分音里 谁对谁错不重要 美人都有不足 包容对方的缺点 关注对方的优点 夫妻自然感情和睦 好 我们来醒诗 生活中有很多 可以摸索学习的地方 当你被唠叨 或不被了解的时候 应保持冷静的心 要能体谅 对方的怀恼 如果做得到 才能算是修道人 结论 一 夫妇要有道德规范 忽义 互顺 二 修道要表里如意 在道场或家庭 言行态度 应该是一致的 第三 精勤精鲜的四十八信中 忍忍难忍 自然无称 多言起征 不如无声 感谢大家的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